小朋友們的快樂天堂 位在台中南區的數億元道 被民眾投訴 這塑膠地點臭氣熏天 塑膠暴露在太陽底下的時候 就有點像台中火地花電廠的那個味道 拿出醫師診斷證明 支氣管發炎外加呼吸困難 還有厚厚一疊的內服藥 鍾小姐氣不成聲 直說因為難聞氣味 三月份到現在已經瘦了8公斤 每天吃藥每天頭痛 那不是人過的日子 台中市府的美樂地計畫 再次引發爭議 圍繞著溜滑梯 一月份才鋪好的PU地墊 就是為了保護小朋友 卻被附近民眾指控 散發濃濃塑膠味 你如果說沒有跌倒 或是沒有在地上 可能還有 但是小孩子很難不去碰到地上 所以還是會擔心說 會去被污染到這樣 家長擔心不已 希望相關那位優化遊樂場環境 不過建設局到場勘查 卻找不出一撞 因為在我們的兒童遊戲場的 這個當時的一個檢驗報告 針對他所用的材料 跟兒童遊戲場本身 都有提出相關的這個檢驗證明 我們也在近期會派員到現場 在做第三方的一個公證單位的抽檢 建設局提出將PU地墊改為沙坑 但經費需要100多萬 發出125份問卷調查 有九成居民都反對 優化工程 讓少數人難以接受 是否兩難地墊換或不換 問題恐怕無界 記者楊潔璃 雲潔 台中報導